好萊塢的TCL中国戏院前 有着200多个明星留下的印记 这不仅仅是热门的旅游景点 更是对明星地位以及影响力的肯定 继香港民导吴宇森之后 今天国际巨星成龙成为了第一位 再次留下印记的中国演员 中国戏院在今年1月 才被中国电子业集团TCL 买下了10年的冠名权 现在称为TCL中国戏院 今天在戏院前聚集了 各国的媒体记者 共同见证巨星成龙留下印记的历史性时刻 成龙用中英文在水泥板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并留下手印和脚印 成龙还滑稽地为自己的招牌大鼻子 也留下了印记 成龙成为了继吴宇森导演之后 第二位再次留下印记的中国名人 也是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演员 中国人可以在这个地方 也有心 也有手印 我第一个人我很开心 而且我是第二次 第一次给人家偷了 这次本来我说静静地打手印 他们说不要 一定要铺张地打 我说好吧 铺张吧 成龙在现场颇有感触地回忆起 二十年前来到中国戏院前 观摩其他明星印记的经历 他感谢二十年来 全球影迷对他的支持 让他今天得以梦想成真 因为你们的支持 令到我可以在世界各地扬名 我会继续努力 把我们中国文化推广出去 那谢谢你们的支持 谢谢你们 与成龙搭档Rush Hour系列影片的 Chris Tucker 及Karate Kid搭档Jaden Smith 也到现场被成龙主委 等待九月中国戏院的改建完工之后 应有成龙手印和脚印的水泥板 就会放在戏院前面 和其他两百多位明星一起 每年接受四百多万游客的朝拜 以上就是落成十八台 王兴坤 易瑞 来自中国戏院的采访报道